建议使用Chromium浏览器 那我们先把这个关键字先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到管理中心 输入这个关键字 Chromium 我们就可以把Chromium的浏览器把它打开来了 好那我们现在把一个网页的网址呢 我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呢再把它给贴上去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 这一个 内容 你可以对Chromium的浏览器按右键 检查元素 好那么它会告诉你 这里面的一些 元素到底 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呢 最主要是我们要看它这个地方有个 XX 红色的XX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点进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一个呢它在哪一个地方呢 它是 错误的 OK 我们看到这一个 画面呢 这个地方 它说它是找不到 File not found 它没有找到这个 档案嘛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内容 好在TeacherPlay这里面呢 它明明是叫做 HTML5 lightbox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程式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所写的呢 竟然是 highlight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不对 所以它当然找不到 所以我们把这个 把它改掉 好我们把这个复制起来 把我们的程式 是吗 好我们就知道这一串字是不对的 不是这个 JS 把它贴上去 好 那我们再把它存档一下 好 Ctrl S把它存档 然后呢 因为刚刚说 是找不到这一个嘛 对不对 我们把它改了之后呢 我们重新整理一下网页 大家有没有看到 现在刚刚那个错误了 错误已经不见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个 叫ChromeIn的浏览器呢 我们可以按右键 经常去检查 它的元素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了解 我们的程式嘛 到底哪些有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我们要去看哪些 呃 元件在哪边 像我们游标移过来 我们就知道 诶这个是在container是在哪里 好 那container里面呢 它又有哪些 我们游标移过去就会知道 那右手边是它的CS的属性 一清二楚 所以我们 在开发这个 网页的时候呢 非常的依赖这一个 功能 叫ChromeIn里面的按右键 检查元素的功能 所以我们才会 非常的建议大家呢 尽量使用这个ChromeIn的浏览器 来 啊 做网易的开发 谢谢大家